平溪区農会在15号举行秋季制茶技术与竞赛活动 主要是想透过活动让平溪茶农可以有一个技术交流机会 并且透过活动来增进地方制茶的技术 提升茶叶品质 现场还有专业的制茶老师 现场解说制茶过程还有技巧 平溪区農会在15号当天举行了102年度秋季制茶技术与竞赛活动 主要是想借由这次的制茶竞赛活动 让平溪的茶农可以有一个技术交流机会 并透过活动来增进地方制茶的技术 提升茶叶品质 现场还有专业制茶老师 现场解说制茶过程和技巧 那我们这次的参加人数总共有30组 这30组里面就有师傅带着土地 那当然我们师傅带土地是师傅一起来 然后土地也不认识了 然后用抽签的方式来配师傅 我们师傅农业局非常照顾我们这个地方农民 所以就很乐意的来补助我们平溪区农会来办理制茶比赛 我们这些农民的制茶技术都非常的好 今天的比赛内容最主要的就是传承 由我们制茶的老经验的师傅来交给我们新进的这些徒弟们 今年的竞赛很不一样 主办单位将两人分为一组 一人是经验较丰富的茶农 一人则是略懂制茶或是对茶叶一窍不通的民众 一起来参加制茶竞赛 以母鸡带小鸡的方式将制茶技术由老师傅传给年轻一代 让制茶技术不至于失传 也希望借此能吸引年轻人回家乡推广制茶文化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喝茶 那刚好姻缘就是我们这边的同事啊 然后说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昨天就从台北上来 然后住在他家 然后来临时报名参加 刚好掉车尾 然后我抽签 抽签刚好看到我朋友跟这个林师傅在 林老师在聊天 没想到这么多人我就刚好抽到他 反正天气很重要 我也算是在学习当中 互相跟师傅学习 这次的竞赛 不是只看到专业的制茶技术互相切磋 也多了些传承的意味 主办单位用心安排 就是希望地方的制茶文化能推广出去 也让更多人学到制茶技术 介纯薇 平溪 采访报导